观众朋友 欢迎你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我是主持人周乐 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位嘉宾出场 他叫黄晓东 David黄 Hey David你好 欢迎你 周乐你好 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David他的学经历 那他在黄晓东先生 在湾区的保险业界 已经纵横超过20多年 那在保险理财的方面 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 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这个越来越多人关心的这个议题 好 比如说 Question No.1 那我现在已经有了Aira 也有了401K 可是看到现在的股市 这么高高低低 跌的时候比较多 那真的是看到退休金缩水 觉得我实在很不甘心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保值 对 不跌而还可以稳定成长 是 可以这样做到吗 有的有的 刚刚你说的那三个正好 我们有这种 一个绝配 对 首先你这个股市跌得这么厉害呢 你要止损嘛 所以把它转到 我们叫roll over 到这种直数年金 不用缴税 第一 第二呢 它有一个奖金 可以把你bonus 百分之二十三十三十五都有 看你要挑哪一种 那么就把你前面损失的可以说补回来 哎呀这个好 现在还可以这么做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呢 当这个股市下跌的时候 它是保底的 对吧 保本的 所以你不会再下跌 当它这样涨上去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些指数的奖金 跟着这个涨 百分之一百多了 百分之两百多的都有 这样听起来是稳赚不赔 真的是稳赚不赔 对对对 好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在介绍 这个指数年金 对 可是有很多种指数年金 那您觉得哪一种最好 对 这个要看你的需要是什么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三种 不同的这个年金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说你进去 你好比说用这个荧幕上的这个例子 放了十万块钱进去 马上就有百分之二十的奖金 那么这个奖 20% bonus 20% bonus 马上到账 那么你呢 可以马上开始领年金 开始领取哦 马上哦 或者你可以等一等 你等的时候呢 每一年 但你等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利息呢 跟着你的这个指数 就连接的一个指数 好比说百分之四 它会乘以2.5倍 就变成百分之十 那么你的这个十万 加上变成十二万 再乘以百分之十 这样就涨上去了 对吧 所以以此类推 这样一直滚 像滚雪球一样 像我这个例子呢 他到这个65岁的时候 这个人50岁放进去 65岁的时候 开始领这个钱呢 一年可以领到 四万四千多块 OK 然后这个钱会继续 只要他活着 这个指数呢一直涨的话 他每年的收入还会增加 哦 payout也会增加 payout也会增加 每一年按照指数 他乘以再加成1.5倍 这个就叫做participation rate吗 对 participation rate 加上一个roll up的一个bonus 也是一个奖金 总共有三个奖金 所以按照这个来算的话 你这个十万 如果你活得到八九十岁的话 它会变成多少呢 变成超过150万以上 从十万就变成150万 但是你要够这个 活得够久 但是我活得够久 即使我钱都已经用完了 我还是保险公司 跟我的契约 他还要给我钱 对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叫做 lifetime的income 终身收入的一个年金 有这个就是一个motivation 越活的久可以拿得越多吗 就活久一点 所以我们的终身的这个重点 就是要活得久 活得健康 好 那我再请问黄晓东先生 我听 我觉得这种年金 指数年金不错 那如果我从我的401K 或者是AERA 我决定了 我要转进去 我转进去 要不要什么手续费 要扣什么钱 不用手续费 没有任何手续费 而且转进去 你放在这些投资里面 投资本身 现在这个所谓allocation charges 也拿掉了都是零 所以一点手续费都没有 每一年要不要收钱 每一年也不用收钱 没有任何的费用 好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要不要lock 就是要锁定的 要多少年 不用 才能拿出来 不用 马上可以开始领 可是一定要到65岁 才可以拿出来用 也不是 如果你这个钱 是马上想开始用 5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用 50岁只要到50岁 当你早领的话 收入就比较低一点 对 好 那我听这种的年金 的确是不错 好 那么现在我又有一个问题了 可是我现在 我有很多出租的房子 我又有租金的收入 我现在又有在上班 我也不见得 现在就需要用这个钱 那么适合买这种年轻吗 这样的话有另外一种 有另外一种 有另外一种 如果你不需要收入 像有些人可能他很多的收入 将来想留给子孙的 他可以把它放在里面滚 然后这个滚呢 可以让他一直 大家看这个第二种 这个不一直不拿的话 他会一直用这个利息的增加 会增加 将来你要拿出来 全部拿走也行 你不拿走就留给子孙 可以lumsum一笔拿走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适合说 我不一定非要每年拿收入的 但是我要拿也可以拿一点 所以这个真好 这个是第二种 那我听这种也不错 它可以增加的很快 很快 利息大概也有七八个percent左右 也不错 这个也有bonus吗 这个只有5%的bonus 您刚才提到一笔拿出来 那一笔拿出来 他会不会扣我一笔手续费 像这个的话 如果你马上前面这几年拿 是有手续费的 但是只要你放在这上面 超过七年 你再拿就没有手续费了 好我又想到一个事情了 如果说我有一笔钱 我三四年以后我要用 但是这笔钱 所以我就不敢放到很长期的 对那么现在我就想 问黄总有没有一种年金是 我就给他用三四年 对 到以后我有真正的用途的话 对 我就拿出来 对 那这个拿出来 又有没有 penalty charge 对现在专门第三种 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一种 这种年金它最短的时间 三年就可以拿出来 年本代曆拿出来 然后每一年 现在荧幕上给大家看 是3.9个percent的利息 还有是复利 复利 compound compound的 然后我这个值移的例子 有个别的公司 变成4.1的都有 如果你可以放久一点 那利息就更高 因为现在利息也不错 所以像大家这个例子 10万放进去 三年以后可以拿11万2 整个年本代曆都拿出来 那这个比较适合那些短期的 需要反正比银行利息高很多 但是每一月拿钱 不是它可以全部一起拿走 全部一起拿走 那在三四年中间 有没有每个月领钱的功能 这种一般是没有的 它是放进去 就是一个存款 存款 好预知详情 请来参加11月5号 11月5号礼拜六 下午2点到3点半 就由黄总他举办的一场教育讲座 是免费的 现在到了年底 大家真的要多多听听这种讲座 请致电黄总来参加这场讲座 11月5号周六下午2点到3点半 千万要把握这个良好的机会 谢谢黄总 谢谢 好的 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